就是我们的快塞阳性的确诊站 原来就是必须要先有快塞阳的那个研究 因为毕竟这个量还是很有限 我们一天大概是每一个诊是服务100个人 在基隆长庚医院院长赖奇俊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长牛昌前往了解防疫门诊专区 快塞阳性筛检站及绿色筛检站 动线于等候区的情况 并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 基隆长庚方面也说明 因应新冠疫情的各项做法 第一个我们把我们的PCR把它分成 这个快塞阳性的裁剪 跟我们一般的一个民众就医的一个PCR裁剪 把它分流 那另外基隆长庚也开设了我们的视区门诊 那不适合视区门诊的病患 我们也希望你委托自己的家属 来医院里面带为看诊领药 那一些有预疗需求的病人 如果你真的也没办法来 也没办法这个 那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门口外面 也就设为所谓的一个集门诊 就是你来做PCR裁剪的时候 我们顺便也可以给你看病领药回去 那另外很多民众关心的 有关于轻症的一个清冠一号 跟我们的一个特殊药物的一个治疗 那我们医院的药剂部也拟了一些方案 那目前有非常多的病患来我们医院做清冠一号的一个治疗 那我们有特殊的抗病毒的药物也可以开立 那最后就是一些儿童跟孕妇的一个部分 在基隆藏医院作为基隆区区重症的一个治疗的医院 我们对这些病患也不会去 去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个照顾 基隆市长牛昌除了肯定基隆藏医院各项分流措施 也呼吁确诊民众不要急着到急诊区 让急诊资源能留给一般中重症与紧急伤病患者 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不要因为确诊就挤到急诊区 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中重症的其他的伤病患者 他必须运用到急诊的一个资源 所以像在长庚这边就有快塞阳性的一个通道 如果我们是快塞阳的一个患者的话 可以走这个快塞阳性的一个通道 我想医院这边都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 会提供大家医疗上面的一个服务 由于不少确诊者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但是其他病症包括脑部心脏或肾脏等 更具医疗急迫性 因此基隆藏医院也领先全国在各专科设置 COMINITING确诊者治疗区 希望将医疗量能运用在病患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张其腾 基隆报导 进入事ST signing's Voyager 按照 Bot V